師傅 平時我們練兵器 也練了不同種類的兵器 但是很實在的問題就是 我們出街 其實完全找不到任何兵器 也不用帶兵器出街 那練兵器有什麼用呢 首先就是練兵器 其實是這麼說的 玩很多東西表面上都好像沒用 其實實質上有沒有用呢 那就見仁見智了 看看你玩的東西可以啟發到你什麼 如果玩棍可以啟發到什麼 玩棍呢 不如這麼說 跟拳發有什麼關係 好嗎 快說幾句 不要長篇大論 好嗎 好 那我們就譬如一支棍 先找一支東西 好 那我們找一支東西 就以一個兵器為例 譬如我現在是一個動作 我簡單來說一個動作 如果我們的兵器 我舉個例子 我一個橫掃 然後掃腳擺馬 好 就這樣這兩個動作 或者我再打兩個動作 橫掃 擺馬下掃 1 2 3 4 好了 我們說 如果我們練這件事 不說兵器這樣用 不說兵器怎麼用 跟我們的拳法有什麼關係呢 我先放下一點 你親自來了 好 好 這個橫掃 其實就是說 這個可以做一個橫掃的勢 我現在想 馬橫開大 是不是 一個大馬歸曹 大馬歸曹 這裡是怎樣 順勢 你攻我的 我將你化了同時斷手 那我練這棍不敢搖 這棍一搖 一大 一推 推拉一棍的時候 怎樣 如果我當你的手是棍 那這個關節 就會脫教 那你小心 有機會脫教 好了 你現在有防備 是不是 你會拱起我 有防備 然後 一踩 擺馬 這個我做什麼呢 我回 另一個 一攀一攀過來 這個時候 一攬 那這個就是 剛才我做的擺馬 一 二 一個擺馬 這邊帶馬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們手中沒有棍 那我就把掃腳的動作 改變了如果我用拳的時候 這邊就下了 好 成為了一個 抖 抖的動作 壓制住它 然後我再退一步 對方就躺在地上 那我找教練幫幫忙 辛苦了 我這一推 就結束了 基本上可以結束了 之後那些不說 不要那麼暴力了 那如果 我 當教練 我拿 我踩 教練 避到這一下 避到這一下 那我剛才是否做了圈拿一棍 是不是 圈拿一棍 頂膝 剛才我是不是圈拿一棍 接著一推的時候 這個 飆龍棍 我身是否迫近 然後又做多個縮 剛剛好 就把剛才我的動作 在一個最基礎的雙頭棍 的棍法裏面 將它化作拳法 正所謂拳兵相對 就是這樣 OK 謝謝 師傅 即是說 就算我們練了兵器 到街上找不到那些棍 還是怎樣 這個 我們說 這樣 我們不是用武器來解決問題 不過呢 我們要認識 拳法和兵器的關係 我們說 要知道拳法 那我的動作來做什麼呢 正所謂你唱歌 你也要知道唱什麼 你才可以投放一些感情 下去 動機是什麼 我只是說拳法的動機 我們引伸去說 兵器和拳法的關係 師傅 拳法和兵器的關係 真的很密切 所以 我們以後在街上 就算找不到一支運 如果真的要用到的時候 其實都已經融入了拳法裏面 可以用到棍法技巧 我可不可以理解這件事 沒錯 我們說拳兵相對 拳兵相對 就是你的動作 當你有兵器的時候 就會產生什麼效果 當你轉了的形式的時候 你又如何去改變 這是一個意識形態的形式 即是羽毛球 碑陰球 以及網球的打法 大家都拿著拳 拳拳 拳拳不同 就不同打法 但有些事情要改變 我們逃手的時候是怎樣 當它有件事的時候是怎樣 當然 我們不是用武力解決問題 不過這裡說回武學上面 是怎樣去理解這件事 而且你拿著兵器 可以幫助我們 更加理解到我們的用勁 我們的姿勢要求上面 發揮出來會更加明確 可以幫助我們練功 因為兵器有重量 所以師傅 有兵器也好 沒有兵器也好 修心養性也是最重要的 沒錯 有時候學習不一定表面上 看那件事 就在學那件事 有很多很有啟發性的東西 從中可以得益 謝謝師傅 謝謝師傅